在前几天山东济南的市民李女士就找到了当地媒体 她说自己跟自己十岁的儿子小桑在济南市区南部龙洞附近 在游玩的时候就发现了疑似大面积的古生物化石 希望可以得到权威专家的鉴定 没想到专家鉴定之后说是真的 确实是古生物化石 真是佩服人这一家子的眼力 经专家鉴定这些石头是不同类型的古生物化石 都属于韩武纪时期的 从这个大类上来说是三叶虫 对根据了解三叶虫它是属于古生节之动物 是属于三叶虫缸生于海底 它的种类繁多大小不一 从一厘米到一米 生于韩武纪到奥陶纪是最盛的 这次发现博物馆的研究员对小桑给予了相当大的肯定和鼓励 能在去野外游玩的时候采集到古生物化石标本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和罕见的 要不怎么说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呢 小桑今年十岁读四年级 从小爱好就非常广泛 他平时阅读跟学习的过程当中 对于地质学特别感兴趣 从小就喜欢捡石头 研究石头 加种各种各样的石头 就真的堆了不少 妈妈说呢 当天带小桑去龙云洞游玩 孩子当时看到峡谷型的地形 就认为这一定有化石 没想到还真有啊 希望小桑同学可以把这一份好学的镜头一直保持下去 也许未来就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地质学家 必须的 没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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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